是 好 剛剛我講錯了 是每個人只有三分鐘 所以Ronnie 你只有三分鐘 所以我要加速了 我本來以為六分鐘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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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 喵 喵喵喵 喵喵 大家好 我是板橋區立委擬參選人王向榮 然後今天就是在發表一下選舉的重大聲明 那麼 會有這個 就是要參選這件事情 欸 我有什麼叫 會有參選這件事情就是 欸 就是來自於 欸喵 喵 喵 現在時間暫停嗎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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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nnie 你還好嗎 我待會親親和我看得到 喵 好 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就在同一個場地 然後我們做了開放政治獻金1.0這個專案 然後所以 後來也促成了 好 這個不講 然後促成了今年終於成功的政治獻金完全open了 那麼就是 我會想要參選其實是去年就有的點子 去年我想要參選新北市長 原因是因為我想要去試著走一遍整個政治獻金流程 那麼要走當然是走最高等級的 那當時是新北市長 那現在最高等級是總統我年紀還不到 所以我走不了 所以我只能走立委 所以我才會選擇去成為立委你參選人 然後所以我就開個立委你參選人的帳戶 然後 但是我中間有一段時間腦衝到說 我好像想要真的認真參選一次 所以我還真的擬了一個70萬元的一個選舉目標 然後並且做了很多的選區研究 然後但是後來覺得說還是不要那麼腦衝好了 所以後來決定還是走佛系參選路線 就是不做任何選舉活動 時間到了自然就會落選 然後也感謝到很多人的捐款 就是目前累計到二十幾萬元 那麼我的公開的捐款中就是 都是有馬名字馬賽克的 但是其實我知道後來會正式的名字 會公開所以大家會知道這些人是誰 然後同時我在選舉過之後 我有做的就是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 有做廣告公開認證的一個參選人 然後這邊也要推廣一下 這個機制現在是強制的 然後就是會讓所有的選舉 花了多少錢打廣告 像我是花二十塊錢打廣告 然後觸及到多少人 這些都會公開出來 就讓廣告更透明 台幣我是花二十塊台幣 對 好那其實 我這個參選會 我還想玩一些東西 可惜沒玩到的 就好我直接講結論 我不會登記參選 我下禮拜會把所有的 剛那個這些錢 全部都退光光 因為我覺得就是 假如是花我自己二十萬元 我會蠻開心的 但是花別人二十萬元 我會覺得很對不起大家 所以我應該下 就是會把錢退光了 然後就不參選了 然後但是就是 本來想玩一些東西可惜沒玩到 就是本來內政部想要修法 就是選霸法 就是說 假如有任何的不實的競選廣告的時候 然後內政部就 參選人可以去跟法院去申請 申請那個叫做什麼 限播令 那我蠻想實驗這件事情的 就是說 假如這法過了 那麼歡迎大家對我做不實廣告 然後我去拿法院實驗 看看法院會怎麼對它 但可惜這個法後來沒有修過 然後另外就是我本來有個夢想 是今天在這個場域 我想要宣布不參選 但是是因為 那時候立法院有一個標案 是資訊系統的公開標案 然後我夢想是 我標到那案子 然後我就說 我不用參選了 因為我一定要去open 立法院的資料了 但可惜那案子到現在沒有成案 所以我就沒辦法達成這夢想 然後其實這過程中 也還有政黨想要找我掛那個分區立委 所以蠻有意思的 然後我覺得最遺憾的是 我還蠻想代表這個政黨參選的 就是這件事讓我還想繼續選下去 但是蠻可惜沒有這個機會的 好 所以希望兩年後有機會 好 謝謝大家 我們恭喜Rony 他完成了三分鐘的簡報 然後下一位是